也是一個客家生活的教室 何堯標示著我們客家的生活的很多的智慧 用我們可以得到的像我們的木頭 我們的泥土 我們的這些材料 能夠創造出我們獨特的文化 剛才開堯取堯的時候的感覺很特別 我問謝里長說 它從零度可以燒到1280度 然後連續燒100個小時 讓自然的柴肴的搖灰落在桃製的這些桃體上面 形成很自然的顏色 他又特別講說 這些桃都是會呼吸的 有空隙的 有很多的碳元素 微量元素 所以這是健康養生杯 這外面買不到 然後很多的居民參與了 有很多的不同的造型 我想客家生活 能夠有很多的往下展現出智慧的一面 我覺得應該這裡就是我們最好的旗艦計畫的示範點 那以前政府常說要推動這個社區營造或推動農村再生或推動 客家文創產業 其實我們的三個社區應該是第一名 我會請我們各社區再來這裡觀摩學習 然後我們今年正在規劃的農業博覽會 我看要把何堯複製一個在新屋的農業博覽會的基地 好好好 謝謝 讓大家看到說 這個都沒有用石化原料 這個是完全循環經濟 能夠讓人跟自然相處 能夠發展出這樣子有深度的文化 那我想這個部分農業博覽會所要傳遞的訊息 就是我們如何的永續發展下去 所以我們這個農業博覽會應該做一個 這個何堯的2.0版 讓每個來參觀的都可以來體驗 來學習 太棒了 這個我們來規劃進來 然後今天的點我也特別感覺到說 這裡里長是真的有文采 也有理念 也有團隊 這個三合理的魅力真的是無遠佛界 這個我們這幾天參鄉都說 這個雄會團成立信道萬天好 如果我們希望三合理是那個理念傳天下 喜歡三合理的也是滿天下 謝謝 謝謝 大家都來了 我們今天來的很多的 有的是第一次來 有的是來了很多次 那希望大家來的這裡喜歡這邊 這是我們台灣非常具有魅力的茶香 那也是客家透過這次的這幾年 從我們從民國九十幾年開始 一百一百零一百年 一百零一百年合定以後往前走 到現在已經讓很多的來到這邊的很多的 不管年輕人遊客都真的很喜歡這邊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這裡今天的啟用儀式能夠讓更多人看到 這個我到時候會請我們新聞處的跟客家 我們兩本客家 台灣客家 還有我們的桃園客家 還有那個桃園字 這兩本一定要把何謠的 這一次好好介紹一下 謝謝 今天就是讓謝金奇里長當主人 如果林烈能里長想要另外一番風味 山水生態教室 水土保持教室 另外一種味道的也可以 水生態 水生態 要把山河山水師好兄弟 那這邊最美好的事物很多 那下一次請林局長特別來邀請 下次換你要幫忙他邀請 那再一次的謝謝我們謝金奇里長做了這麼好的安排 這個讓新春期間的祈福來到這裡心都打開了 那覺得這裡的生活 這非常幸福 不只是說熱活步調快慢的問題 是來了這邊 可以把你心裡所有的心房 所有的這個煩惱都放到一邊去 好謝謝大家 盛風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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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現在我們邀請我們的市長